你们知道一个假PS5 对一个孩子有多大的内心伤害吗 最近啊 有一批来自神秘东方的PS5 出现在了国外的购物平台上 在临近圣诞节之时 这些售价仅为原价二十分之一 游戏机啊 可谓是解决了国外友人们的燃眉之气 直呼拆拿男包外 打开包装呀 不仅外形和PS5一样神似海马赖人 甚至连中间两个奇丑的USB接口 也一模一样 似乎啊 真的血转了 直到看到了这个PS1划分的手柄 难道开机一看 果然是延续了山寨游戏机的优良传统 又是只能运行FC游戏 我说呀 马上都2022年了 哪怕能玩一下PS的老游戏也行啊 怎么一直就抓着FC好羊毛呢 不知道在圣诞节收到GS5的小孩 会不会当场化身歌谈贺闷 来上一句 我好不容易收到一次圣诞礼物 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 臭 小别走 小别走 小瑞 走 小 Maintenant K 小 merch